教育是基础工程 人才培育是国力的展现 因此,华教综合大厦将成为推广华文教育 促进文化交流的华教基地 我们将会在这座华教综合大厦进行各种活动 如推展教师进修与培训 教学实验研究 学校行政人员的培训 学术研讨会 教育教学工作坊 同时可进行同考评乐、展览等用途 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场域推动 及开拓多元族群对话与交流的活动 近年来 随着教育改革的提升 各项培训与同考评乐场地开销日益庞大 学校行政人员的背景 对话与话与火与调校地开销日益庞大 未经许经讨论 综建华教综合大厦有力长远发展 将培训与同考评越的场地费用省下 以投入在更多教育活动的推广 华教综合大厦的筹款目标原定为3000万令吉 无奈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全球经济成长受挫下 建筑成本和物价不断上涨 致使大厦的筹款目标预计将增至4200万令吉 截至2022年2月 距离4200万令吉的筹建目标 我们上嵌1200万令吉 华教综合大厦地点将坐落在董总墓前的县址 设备包括多用途综合大礼堂 活动广场 13间多功能教室 培训中心 阅览室 宿舍楼 食堂 及停车场等 华教综合大厦社会对象包括教育工作者 社会人士 以及学生 筹款活动分为两种机制 包括将捐款人名字刻在大厦的留名墙上 或在建筑设施刻上捐款人或捐款单位的名字 捐献机制一 凡个人捐献1000令吉或企业 团体捐献3000令吉 我们将把捐献者或捐献者所选择的一个名字刻在一块砖块上 捐献机制二 华教综合大厦目前征求的项目包括 活动广场 历史文物馆 培训中心 停车场楼层 教室 宿舍和VIP厅 筹款日期 从即日起至2024年 董总在线捐款平台已于2020年9月上线 除了支援网银支付 FPX和信用卡的捐款功能 也添加了电子钱包支付功能 包括Boost GrabPay Shopee Pay和Touch & Go eWallet 华教综合大厦的落成 需要种植城城 集合社会热心人士支持与配合 我们忠心希望各界共襄胜举 慷慨解囊 让华教综合大厦建楼工程能如期竣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